大家好,我是猫盾,今天我们来聊新区的中期培养方向。 关于新区开服的玩法细节,大家可以去看微笑大大的开区保姆级攻略。 老猫,我玩不动新区,所以就只能说一个大方向,让新区玩家能够尽快和老版本接轨。 首先你必须要先明白的是就是,三幻是以SP武将为中心去配置队伍的,每个队伍最多只能上阵三个。 所以,未来推出的SP武将将会直接决定队伍的走向。 从SP刘备之后的SP武将分布来看,其实不难发现蜀国和魏国已经分别占据了半壁江山。 吴国只有一个代表女团和半个火烧的SP大乔,群雄只有那个谁,听说圣诞节会用送的,不用抽。 所以,未来的主要体系,第一会将会是蜀国,第二是司马懿神念队,第三则是女团。 火烧就姑且先放在第四位。 接下来陆福会推出的SP武将,大概率会是群雄的贾许和吴国的陆逊。 所以,火烧的强势期还得等这两位大爷出来后。 由于火烧队并不适合现在的版本来开局,SP司马懿的神念队也还没有上线。 所以,今天我们就只会说蜀国和女团两个方向的中期培养路线。 我们先来说蜀国的方向。 在新世界服,只要你有课金,就可以获得一次阵容自选的机会,可以任意挑选出SP以外的六个武将。 蜀国开局有两个方向,第一个是比较平民经典的江果园开局,另一个是比较高端的蜀突开局。 选择走蜀突路线的玩家,首处的六人可以选择关心、张包。 这是蜀突的主力输出要优先拉满。 接着可以选赵云和月进,这两人分别是SP刘备和SP张辽最常用的羁绊,所以可以先拿着。 最后的两位,可以选诸葛、果和姜维。 诸葛果是前期好用的开荒武将,也是刷分、打魔窟和山盒的常用武将。 在很多队伍也都可以上场,总之就是一位用途非常多的武将,拉了就绝对不会亏。 姜维和诸葛果一样,也是前期非常好用的开荒武将,也同样可以用来打山盒和魔窟。 这两位武将培养起来后,也可以当作天下会武的二队来使用。 要留意,以上建议的六人都是提前为中期用途而做准备的,并不是初期的开荒阵容。 普通心愿池,可以选择直接拉关羽和诸葛亮,这是SP张飞和SP赵云最常使用的羁绊。 也可以顺便解任勿拿力练点,争取早日通关,把SP赵云碎片拿到手。 五星后,可以赚取抽刘备、吕布和张飞,他是SP张飞、SP张辽和SP刘备的第二个羁绊。 如果已经没有活动通关的问题,也可以先不抽这三只,而改为抽马梁。 马梁也是目前刷分、魔窟和山盒常用的武将,但会需要专武。 最后一个选择是王源姬,他也是初期开荒武将,可以抽来打山盒和作为二队的用途。 远征招目持,优先把关星和张包拉满。 接着可以选择拉姜维和诸葛果,作为打山盒、刷分、魔窟,第二队的用途。 又或者可以先去拉SP张辽和SP刘备的羁绊五将,越近和赵云。 羁绊等级会影响技能提供的数值,当中赵云在山盒也可以使用,并且在当前普遍上都是属兔的大环境里,搞不好PVP也是有上场空间的。 有资源也可以为他拉一把专武出来打山盒,不过优先级并不高。 老玩家可能还有印象,赵云在刚出装武时可是非常猛的。 他在对上面队时甚至有能力一个人打全队,但如今应该是没办法这样玩了。 属兔的灵宠最低要求,主战是三星白泽,助战是四星陆属和三星毕方。 这也是为何属兔会比较不平民的原因,因为灵宠会比较浪费。 陆属在PVP还可以用一段时间,但目前在陆服也已经被淘汰。 但好在他还有刷分的用途,所以还不至于会血本无归。 帝方现在已经是固定阵营专属的灵宠,只有火烧主战和五子队助战会用到,刷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用到了。 五子队不适合新区使用,等到新区具备五子队需要的硬件时,五子队也已经淘汰。 火烧队现在还能用,但之后新版本的火烧队,灵宠也已经不是帝方。 所以,帝方就是个现在用完就会被淘汰的灵宠,这也变相地增加了属兔的造价。 因为日后在换队伍时,你还得再去拉一些PVP常用的主流灵宠。 除非你现在就有能力再拉一队火烧队作为二队,那么帝方就可以发挥更高的价值。 火烧队可以作为天下会武的其中一支队伍来长期使用,所以也不算完全没有价值。 平民如果还是想玩属兔的,那也没问题,就用官方送的一星帝方加简先用着就好。 属国的另一条路线是江果园,江果园会比较适合武将拉得慢的平民。 前期江果园先用着,之后就等第二期命魂核观银瓶专五翻新后,才转属控。 首处的六个自选一样选择诸葛果、江维、赵云、月进。 最后的两个位置给曹丕和福寿,曹丕日后在属控里也可以上场。 如果开了命魂,就每周固定换两个曹丕信物。 玩属控的好处是,灵宠可以比较节省。 属控的最低灵宠要求是主战三星白泽、驻战四星水猴子和四星陆属。 水猴子是未来主要的驻战灵宠之一,所以是必拉的,不会浪费。 在灵宠的抽取方面,是比属突节省很多。 不过,属控对于平民来说也会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必须有一个三红的命魂张星辰。 无课玩家会需要二期的时间,才能将命魂抽到三红。 这边大家自己要做个选择,论强度的话,在顿队崛起后,应该是数控比数突强的。 心院池这边,优先选择王源姬和马良。 之后是羁绊武将诸葛亮、关羽。 远征池,优先选择姜维、诸葛果。 接着就拉福寿和曹丕,最后才去补羁绊武将乐进和赵云。 SP武将的部分,走蜀国路线的玩家,每周竞技商店的碎片要给SP张辽、SP张飞和SP刘备。 最后是女团的路线,女团开局在这个版本并没有优势,这边纯粹只是写给只想玩女团,其他一概不碰的玩家使用。 当然,走蜀国路线的玩家也是可以参考一下的。 因为女团也和火烧队一样,可以作为天下会舞的其中一支队伍来使用。 等你拉完了主队的成员,就可以考虑去拉女团的成员。 首处的六位武将可以选择诸葛果、福寿、张宁、王元姬、貂蝉、孙上香。 远征卡池可以先拉诸葛果、张宁和福寿。 福寿拉到三星暂时用着就好,之后就全力把诸葛果和张宁拉到五火后,才回来补福寿。 心愿卡池先拉王元姬和貂蝉,这两个武将可以在前期开荒,也可以在之后的山河中使用,但是貂蝉会需要拉一把装武。 至于孙上香只是为了日后的命魂提前做准备,可以慢慢拉不着急。 女团的灵宠最低要求是,主战三星白泽,主战四星卯兔,最好五星,另一个则是四星水猴子。 这些都是未来PVP的主流灵宠,拉了就可以用很久,算是最省钱的方向。 竞技商店的三个SP就给SP貂蝉,SP孙上香和SP张辽。 女团目前只有两个SP武将,虽然纯女团队色不尽SP张辽,但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,无论是在开荒、山河、刷分,还是为了组建第二支队伍,SP张辽都是必要的。 所以必须得拉。 女团一直以来都是自成一派的体系,也是三幻最平民的队伍。 不过这个情况,现在已经悄悄有了些改变。 自从SP貂蝉加入后,女团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,从此队里再也容不下任何一个男人。 这也变相地限制了女团找外援的能力,让后续的女团只能依靠命魂武将来提升队伍。 这也导致了,女团会变得比以前更贵,失去了以往非常便宜就能组队的优势。 不过,只要提前做好规划,几期才抽一次,命魂武将也是可以手到擒来的。 好了,以上就是关于蜀国和女团的中期培养方向,最后也献上新世界福的礼包码一个。 祝大家心服游玩愉快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,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